我來看台北市 公開發生在這個人興道的交通事故 下降將近出車 就是因為有為這個力色的人興道 儘管這個政策方便很好 但是因為人興道為了落後 有賣這個停車過去為了規定 所以部分的開車走到店街是很煩惱 說要停車越來越停了 當過美航來 左邊有停到轉轎車跟機車 這邊偷偷有為力色的人興道 雖然怕在那人興道 但是這行車最小 後面還有堆車 旁邊還有拖廣 走路就要閃來閃去 還要不是外面看狀況 另外這裡是讓人陪路一堆的小條行 左邊停車車 這邊是幾百點的店面子騎車 走在路面 車來就要緊扭路 嚇費陷 這行車怕什麼的力色的人興道 應發正義 最少這邊可以進空 人可以安心的走路 而且我們這邊要去讀人來國小 從這邊要走過去 你那旁邊那個公園旁邊那個步道有多寬 那為什麼還要再畫人興道呢 這個人興道的政策整個是台北市中 關門的四年多前所推行的 十二米以後的航農為力色的人興道 是讓怕路的人所使用的 台北市四百五十六的里 有三百二十八的里加一價位 這人興道只有交通速度 下降六十八 一期就一百零八年底 我們要完成整個台北市的 四百五十六個里的第一輪 第一階段 那畫紅線 他就等同一般的紅線 所以他你這邊違規停車 他就是划九百 那警察局這邊有列入專案來舉例 說是違規停車可以開發 不過發生記者是一個走訪 金車家最多的 兩邊都外出歷史的人興道 也外出機車的停車家 但是上海開車 機車你會你的我聽我的 我本是要照顧這個行政的案子 就怕北市政府記憶的嘴囊戰